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四部经典四书呢 完完全全的透过一个责任的承担而能够深入的去了解 所谓的深入了解就是比单纯自己去阅读要多投入一些心思 那准备这些课的过程之前呢 本来没有想跟各位前嫌介绍孟子的一个背景 但是后来一想 我们对于孔夫子跟孟子他们的时代背景 如果有一些的概念的时候 对于我们在研究孟子这本书 他为什么跟那么多的所谓的君王谈话的内容都如出一辙 他的原因在于哪里 还有孔夫子讲仁 孟夫子讲义 这个仁义之间他的差异性在哪里 那么也透过讲孟子七篇之前呢 先跟各位前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有关于这些资料 我尽可能的放在PowerPoint上面 因为有我们林松江讲师他做摄影 那前嫌们在后面如果还有兴趣要去学习 有些文字党可以方便前嫌们去记忆 那另外有一些的东西 比如历史的典故 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都放入到所谓的投影片上面 事后后学会把这些资料也做一个全部的整理 然后用Word档的方式 请领讲师还有简建玉简同学 把它放到YouTube上面 也方便各位前嫌去阅览 那有前嫌们曾经问我 那孟子这些的解说哪一个版本最好 那这边是题外话 其实我们研究任何一部经典 古德的注数只要是正入的 它没有不好 只是它切入的角度不一样 它在发明心得在上面 就可能有一点点的所谓的落差 那我们如何择其要 然后取其精华而去其无 那就看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道学的基础如何 我们才能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工具 所以对于坊间的这么多的解释的三教经典的书局 于后学而言 它没有好与不好 而是哪一个工具最适合我们去使用 我们进入到孟子几篇之前 先跟各位前嫌看一下 孔夫子跟孟夫子之间 他们的时代背景差的有多少 如果差的很遥远 我们就清楚 我们像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行人 形容人与人之间的思念之情 可是现在的整个的天下国家的一些的变化 在一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剧烈的转变 也是我们可以了然于胸的 你看气候的变化 早上跟下午就不一样 北部跟南部就有天渊之别 我们来看孟夫子 孟夫子是在我们讲文王的时候 西元前1110年 这个西元前西元后也要跟各位前嫌稍微解说一下 西元前如果数字越小 表示越靠近我们的近代 数字越大就是离我们越远 所以你在比较这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要去留心一下 然后到周幽王 这个地方西元前7171年 他在于周朝的这个阶段叫做什么 叫做西周 从文王一怒安天下 五王推翻了这个咒之后 有没有 他开始了周朝的800年的基业 可是这800年的基业 他有两个段落 前半段叫做西周 后半段叫做什么 叫做东周 那叫做东周的时候 他又衍生出了所谓的春秋跟战国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在西周的时候 因为文王 五王 还有周公的所谓的治理作业 他把周朝奠立了良好的一个基础 这个礼乐对于当时的整个国家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在后面也会提到 因为不是有很多国王喜欢乐吗 那这个月跟我们现在所谓的医院 它的差异性在哪里 我们提到内容也会跟各位前嫌略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西周的时候 国家还比较太平 社会比较安定 一直到后面 到周平王 依旧他迁都于这个洛邑 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讲洛阳叫做东周 到周乃王的时候 这将近四百多年的光景 历经了二十五位的皇帝 那其实二十五位的皇帝越到战国的时候 周天子只是名义上大家的共主 而实际上完全没有天子的一个威严 也没有天子的一个权柄 就如同我们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 曹操侠县帝 来威胁诸侯 那个县帝虽然名义上位在曹操之上 但是实际上他是曹操的阶下囚 可是到了战国时代更我可怕 那些的所谓的诸侯根本就不太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可是他还有一个好处 诸侯们不敢去篡位 他还是要名义上奉周天子为共主 他们自己还是称一个所谓的侯 可是越到后期的时候 答案结果就不一样 这种所谓的一个演化 就代表了道德的一个低落 因为谈到道德里面有一个叫做理的 理谈的就是尊卑有序嘛 所以当尊卑失序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理 他不能够在社会上去推动 因为上行下效 这个就是孔夫子他的一个感慨 君不君成不成 父不父子不子 原因就在于理的东西 他不能够去所谓的透过周天子 透过诸侯本身去视线于外 所以老百姓就在社会上也展现了这么一个乱象了 这是东周 西元前476年叫做春秋 那是孔夫子的一个时代 后面的有没有叫做战国 东周西周合计800年的历史 有关于他的典故 我们都读过那么一个拜官也史 文王拖车对不对 严请江子牙出山来为他安邦帝国 他在拖那个为江子牙在拖那个车的时候 拖了800步就殿下了周朝800年的基业 我们孤不论这一段的所谓的拜官也史 是不是真如这样子的实际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们理解 一个朝代的辛酸 他叫做天命 放到现在也是一样 各位姐你们去看近代的世界史 你看世代世界史 你看每一个强国的兴起 还有强国的一个所谓的衰败 他其实他都在天命的掌控当中 天命在国家称之为国运 天命在你我个人 他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运势的高低 我们如果用坊间的话来讲 你要让自己的运势一直处在高峰 那就必须在你我的言行举止里面 一切的作为你要符合天意 所以如果一个上位的君主 他希望他的国运能够昌盛 能够绵延不绝 他本身也要行为上 能够爱民如子 因为天道就是什么 天道无我 天道爱民啊 天有侧隐慈悲之心嘛 所以我们不论是立身处世 你在家在国在天下 在在处处 只要能以天心放在自己的立身处世里面 那那一个天命 他都会永远跟随着你 天命跟随着你 你就不会有运势衰败的时候 即便有短暂的一个所谓的衰落 他也有东山再起 那这边的天命 跟我们道场所谓的典传师前人的天命 是不一样的 所以前贤们要听清楚 出了班以后 哦我们都有天命 一个一个不可一世 那后学就照过了 春秋时代的时候 只有吴国 吴王夫差 还有这个越国 越王勾建 读过西施的历史 还有一个楚国 在孔夫子的时代 那么多的诸侯国 只有这三个人 这三个国家 他们敢建越什么 建越尊卑的一个位置 他们自己称王 那这三个国家 你仔细看 它是属于长江下游的 在我们中国早期的中原文化 它以黄河为一个根据地 黄河代表文化的摇篮 长江流域 代表经济的一个摇篮 所以 这是我们过去读历史 后学把以前高中的历史 拿来跟各位前贤分享 这个吴越楚 他离中原比较远 所以他们有一个 所谓的建越之心的时候 曾经历史上 有一个很好笑的 真实的记载 这个楚王讲 哎呀我们是蛮鱼之地 蛮鱼之地 所以中原的文化 就没有办法 约束到我们 所以我也可以称王 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那种 高傲之心 满足自己追求名利的欲望 不惜把自己压到什么 压到一个蛮夷的位置 只要能够得到名利 在跟我们现在很多人 为了追民族利 不择手段 其实是如出一辙啊 只是你贪大贪小而已啊 所以我刚开始研究孟子的时候 没有投入心思 是因为我认为 他谈的都是治国之道 我一个平民百姓 我要的是修身齐家 所以孟子涉猎不多 可是这一段的 不断的在研读里面 我细细思维 所谓的治国平天下的前提 不就是修身齐家吗 道理可大可小 可圆可敬嘛 所以没有一个圣贤的义礼 跟我们的生活 没有息息相关的 只是你的角度在于哪里 所以只有这三家称王 其他还是用诸侯自称 诸侯自称他就是公 公侯博子男这五个位子 称王的只有周天子嘛 所以可见春秋的时候 礼乐还没有崩坏 他尊卑的位子还在 这是孔夫子那个时代 还可以讲人的一个原因 人就是中庸的那个中字 中字就是体 体就是天道 讲天道的时候 就一定是无我 理解吗 所以孔夫子在讲道理的时候 你看他的大学中庸里面 他有很多的天道的思维的理路 在里面 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 他要周游诸侯国的时候 诸侯国里面还有很多的闲人 都还能够让他放心大胆 去讲人 可是到了孔夫子的时代 就不可以了 你从这个诸侯有没有 僭越称王有没有 那个人数目多不多 就可以约略理解 所以中国的思想体系 从孔子他做了一个很明显的集结 所以儒家的代表人物叫做孔子 那到战国的时候 你看到了梁慧王 对不对 然后齐宣王 然后这个只有滕文公还安于公位 因为他太小了 还有其他的种种的一些的地方的诸侯 都纷纷起来割据称自己为王 这就表面上已经不符什么 不符这个所谓的周天子的一个挟制了 所以论良心论道德 到了孔夫子时代 几乎是荡然无存 可是荡然无存 远比我们现在所处的21世纪 又有什么 又有更多的一个好的地方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透过比较而来的 没有比较 我们就不知道前后之间的差异在哪里 那他会形成百家真名的原因有哪里 春秋的时代 各国的君王都还尊奉孔夫子 他的一个儒家的思想 每一个君王未必会对于孔子的教导 信受奉行 但是表面上都还以能够言请到孔子 到我的国家居留 来什么 代表一份的光荣 代表一份礼遇 因为孔夫子在当时的诸侯国里面 有他的地位 可是到了战国的时候 就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有百家真名 所以造就了孔夫子的一个崛起 我们来看 他为什么会百家真名 因为到了战国的时候 他就大欺小 强凌弱 产生了一个兼并 一个国家一旦被兼并以后 他的阶级的制度 就会做很大幅度的一个改变 就产生了很多的没落的贵族 这个皇帝在位的时候 这一个诸侯在位 我是位列一个贵族 可是到另外一个国家兼并 可能就把我扫地出门 沦为阶级的 平民的一个阶级 那这些贵族流亡到民间之后 他没有任何的一个长处 过去的士农工商 他是分得很清楚的 士为首 所以过去也只有贵族 才能够享受一些所谓的教育 纵然孔夫子开平民教育之先河 可是他并没有位为风气 所以很多的所谓的诸侯国 在他们的国度里面 还是只有那个未尊的人 才能够享受教育 所以一般的坊间老百姓 无知无事的人 还是占大多数的 所以这一些没落的贵族 他没有任何可以养生活口的工具的时候 他就把他过去所学习的那些的一些的知识 他就在民间里面 就开始的传播 那每一个人学的内容不一样 就像我们在读书 有文的 有理的 有天文 有地理 你只是就你所学的 有没有 去发表你的一个感想 这就是形成了百家争民的第一个条件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各个国家大欺小 然后有没有 强并弱 所以在不断的在所谓的扩增土地 扩增土地就代表把当时在那块土地上 所谓的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也化为己有 所以当土地财富人口 他在经过一个战争的洗礼之后 有了重新的安排 一个国家突然领域扩张了 扩张以后 他需要接种一些的知识分子 藉由他们来提供一些的谋略 也藉由他们来展现自己 在这个国家里面 他有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曾经听过了 所谓的四君子 那个时候有仰视之风 仰视就是因为我位列贵族 或者我是在这个国家里面 我有我的位置 我以我的才是我的地位 我去豢养一群的读书人 他们什么事都不要做 他们只要在平常来给我提供一些计谋就好了 变成仰视之风的一个盛行 而这个仰视之风的盛行 他又形成后学刚刚讲的 各个有各个的一个专业领域 然后在战国时代 他并没有戏出名门的这么一个观念 换句话说他可以今天在楚国 当楚国不被礼遇的时候 他觉得受冷落了 他觉得另外一个地方可以飞上之头当凤凰 他就往另外一个国家去移动 国与国之间 他也不会限制这些读书人的一个行动的曲线 所以就造成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的一个交流 理解吗 所以这些种种的条件的配合 就形成了在战国时代百家争民的一个情况 就像我们现在所讲叫学术自由啦 每一个人可以尽情的依着自己所学的专长 自己看事情的角度去发表自己的利润 所以有法家啊 商鞅的变法嘛 对不对 还有纵横家啊 苏秦啊 张仪啊 这些靠着一张嘴巴去什么 去累积自己财富的 还有所谓的墨家啊 墨家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墨子啊 墨子也没有不好 那孔孟夫子为什么要反驳墨子 因为墨子的理想太过于崇高 不符合于那个时代背景 所以墨子他突然兴起 也突然没落 不符合明星取向的 绝对会被时代的潮流 自然而然给取代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如是到三教的思想 经历过了几千年 在古今中外里面绵延到金胎 能够射受这么多的人 去研读这三教圣的经典 就可见 他不被时代潮流给取代 他有什么 他有他的所谓的中心主干 可以射受我们每一个人心啊 我们都可以借由当时的时代背景 想到我们现在 那我们在研究这些古人的东西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很有意思 原来在读这些梦子 我也可以对号律做 所以这些的所谓的 世人在不同的国度里面 投靠不同的他们认为的明君的时候 就形成了学术的自由 反而在战国时代 孔夫子的思想没有了 春秋时代 是孔夫子 一家有庙 独奥 每一个人都尊奉 孔子为圣人 到了战国时代 所谓的儒家的地位 已经大幅没落 几乎没有人在谈 那为什么不谈 很简单吧 我如果在篡位 你跟我讲 君进城中 听起来不是很难过吗 我如果贪得无怨 你叫我知足常乐 我觉得我盲刺在辈呀 是不是 你看孟子七篇里面 你看到各国的君王 共同的特色 贪得无厌 他贪得无厌 下面的百姓 风行草野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那上位者如果是不好的呢 是一棵有木呢 下面的百姓就是杂草 有样学样 学样以后还可以再进步 去改创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又带给我们一个省思 我们在听闻圣贤义礼 当你听不进去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 不是圣贤的道理有问题 是我当时的心态 我的修养 我的道德观念 让我听到这些东西 总觉得你好像在指桑骂槐 我就不舒服了 所以我们在道场上 不论任何一个班旗 听讲师 听前人被点传失败 在讲述道理 你听到一个道理 你觉得不舒服 以我对我们现在道场讲师的素质 我可以理解 黑的要说成白的 这种情况应该不太可能有 那就可能举了一些范例 不如你所设想 哪一些范例不如你的意思 请小心 可能那个就是你的致命要害 所以后学一路在学道理的时候 我总强调四个字 对号入座 圣人讲的道理 是独厚我一人的 所以我在讲圣人的道理 就是为了要滋养我的法身会命 那我也希望 你们有个这样子的认为 你研读圣人的道理 就是把圣人请到你家 做什么 做家教 这个家教不用付费 而且随时随地 他都什么 可以奉招而来 你要开卷他就来了 那儒家思想 他不能够流于当时的战国时代 我就举我们儒家思想的 所谓的十六字心法 十六字心法里面 我只有谈八个字 为今为一 允之绝中 你就可以看出来 在战国时代 孔子的地位 大幅没落 而孟夫子能够起来 成为亚顺的原因之一 在顺迹里面修道 能够道成天上 那个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 在逆境当中 还能够展现我修道的恒心 毅力 那才是值得我们傲人的一个所在 所以在我们的儒家的心法里面 谈到为今为一 这四个字 何为今 天命之为信 为今为一 允之绝中 这八个字 谈的就是道的体跟用 谈的就是中 谈的就是用 所谓精跟一者 就是我们这个真如本性 精者不眨眼 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染污 因为没有任何染污 所以它下面才会有一的出现 一叫做绝对 不与万物为捋 什么意思 任何外在的环境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可以干扰到 这个独立而不改的自信 那请问你 这个精一之信 落到今天你我的身上 有精吗 有医吗 财色名十岁 欺恩子爱 生死残绕 哪一个不是让这个精一之信 展现不出它绝对的一个风貌 所以我们才要修 我们才要学嘛 当我们有了把这个精一之信 我们复明的多少 我们才能够允之绝中 允之绝中叫做用 所以有前面的明体 才有后面的达用 他就是守信不疑 死守善道 再再处处 我率性之位道也 虚于之间一切的作为 不背离这个天体 这个叫做陨之绝中 所以这两样 这两句话 八个字 我们在开展读梦子的时候 你看哪一个君王何于这个 不要说何于这个 离他有八百里路之遥望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自己 过去的君王是惩 惩自己的私欲 有我无人 那你我今天 研习天道 研习王道 学了这么久 在你我的心腔 胸腔里面 有几分别人的存在 还有几分对我的什么 一个执着 这不都是我们在读圣人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 读圣人的立论的时候 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修为 打下一个分数吗 有了分数才知道 我们要如何的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在儒家的思想讲 顺死 经一知性 就可以以知 弃君择中 弃亲择孝 处夫妇择合 交朋友择性 然后呢 我们落到后天 常讲六万多年的轮回 自信受到污染 一旦受到污染 一切的行住坐卧 四肢百害流露于外的 他不能率性了 自信不能当家了 他不率性 他有情 情来自于人心 以佛学而言 叫做第六意识的主观心 那主观意识来自于我 有我则有私啊 所以有情则思 各位前写 有情则思 所以做父母的想一想 你对儿女的爱 是有情还有道 夫妻之间你有道还有情 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很爱我的孩子 你真的很爱 你要把那个爱 像佛陀一样发挥 那么你就不会因为 你爱的对象 他的作为 而影响到 你对他的爱有多少 理解我的意思吗 你透过这些的张具 你就引申到生活里面 我问过我们地方的道亲 他们爱子女 子女表现好 他们爱就来 然后当他有表现略为 有一点不如自己预期的时候 考试跑不好啊 这个所谓的调体捣蛋啊 就有的时候偶尔会有种懊恼 我生他做什么 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你嫁到一个好先生 你娶到一个好老婆 他对你摆一摆顺 所以我爱你入骨 那如果他明天薪水不回来呢 对不对 老婆好吃难做呢 我们就有一个怨叹的话 眼睛背什么 勾到喇叭啦 当你有这样感慨的时候 你是有情不由道 注意到了没有 所以五轮关系里面的 每一个东西的对应的态度 哪一个离开圣人之教 所以这些家庭生活 我们要去省私的 所以情则有偏啊 原来我们在养儿育女 我们在处夫妇之间的时候 也不见得是道心在作用啊 于是就会让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不再画地自现呢 看到了自己的缺点 看到自己隐为的瑕疵 我们才有补强的一个机会啊 所以学到修到 透过学到知道自己的不足 知道自己过的地方 所以修到就是补不足 除多余嘛 像老子在道德经讲 以射箭为比翼啊 所以新兴的学说 在百家真名之后 所有起来的学说 它是直于一端 它看的角度不一样 它的利润就不一样 或者有一些是标新立异的 如果你们有读过历史 甚至在你们那本书上 后学有看过 在当时还有一些的 那些所谓的弘扬的学说 简直是不堪入目的 它众欲 它主张众欲 还有众欲的学派 可是这样的一个学说 能够推行出去 可见它也涉受一些的 有缘之人嘛 就像今天我们所处的 你讲仁义说道德 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很喜欢听啊 如果你找它呼朋引拜 到外面去 所谓的尽情的享受 它还有很多的空档 可以配合 所以过去跟今天没有差异 时间是什么意思 时间不过代表 人心的一个转化而已 空间没有任何的意义 从这个点移到那个点 点在变 但是人心的取向 有没有因着我们的到来 而那个地方的人心取向 它有往上的一个提升 而不是往下的堕落 而前提就是 我们自己提升了没有 所以这么多的 所谓的学说利润 在学术自由的情况之下产生 如果都是来自于圣人之教 它就不会有 战国风气的一个盛行了 可是都是一些 自己的发明心地 而且多半都流于华众取宠 因为他们的动机 都是为了谋一己之私利 苏秦张仪 不是为了谋私利吗 商鞅不是也为了要建立自己的身危吗 你去研究法家韩非子 你就知道了 没有一个是为国为民的 前提都是创造自己的名文利养 所以他们的学说 就容易带动人心的 更深一层的腐败 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包括墨家也是如此 那因为我们是专言孟子 所以对于墨家所说 或许就不要琢磨太多了 所以我们在那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启会